车车排放了之后纯净水 你感兴吗 今天咱们就来试驾轻轮车 来自启程的大V清净 在最近几年呢 轻轮车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大众视野上 那今天呢 可轻可电的启程大V清净 也迎来了它十台车的交付仪式 官方指导价格在99.88万元 并且会在广州的花都区进行商业化运营 在我身旁就是清能源版和启程大域的汽油版 在外观上其实是差别不大了 多了这些蓝色的饰条 象征着未来的清洁能源 这里有个H2代表这台是清能源车 在车辆的尾部这个位置就是加清口的 清能源车有个好处 就是它的充清速度它是特别快的 就一首歌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车上搭载的两个合计96充的高压清气瓶给完全充满了 在满清满电的情况下它续航里程可以达500公里 在另外一边呢就是它的直流快城口了 重点是它这个清技术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呢 在车上搭载的60千瓦的燃料电池系统 外面氧气会从这隔山进来跟清气发生化学反应之后 电离子就会经过升压等等的处理被储存为电能 电能就储存到了这台车上的福迪磷酸铁力电池之中 然后去驱动整个车辆的行驶 现在呢我们在广州的华都区试驾启程大V的清静 那我手上握着的方向盘和这个换挡拨片啊 都跟启程之前发布的DDI版本的基本相同 车上有两种驾驶模式可以进行选择 分别是有燃电模式和纯电模式 咱们现在就来先试一下最特别的轻能源模式 也就是燃电模式 今天整体开下来啊 有一种电动车的顺畅感 虽然说清能源车是采用清气作为燃料 但它本质上啊 依旧是一种电动车 是因为清跟氧发生化学反应之后产生的电能 还是要依靠车上搭载的最大功率160千瓦的电机 去驱动整台车辆的 加速起来的话啊 也有一种推背的感觉 提速也比较线性 而且有没有发动机的那种卡顿的现象 软铁动力也是既来既有的 大V清净这台车呢 还采用着清电混合的智能控制系统 也就是说当我在大功率啊 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 燃油电池系统就可以提供更强的动力 当我在低速行驶或者是停车的时候 电动机就开始介入 开始提供动力 这样子的好处是能量有着更高效率的应用 是因为车辆可以自动辨别各种工况 所以说才能达到顺畅切换的效果 可惜现在目前啊 国内的加轻是比较麻烦的 大家都知道嘛 轻式化学运速周期表密度最小的气体 所以说制清土清运清等等的话都太难了 需要高强度的技术支持 还有一个安全措施的保证 现在呢我在广州的花都区啊 刚刚查了一下导航 因为我最近的加轻站都要去到40公里 开车大概要一个多小时 而且你去到了加轻站之后 工作人员还要看你的车辆 累自于行驶的里程和清贫压力 才可以给你进行一个充气 我们今天大概行驶了约20公里 仪表盘上面显示的百公里的耗轻量为1.0千克 今天我们整个行驶的过程产生的排放物 就是这些水 几乎没有任何污染 而且排放效率也比较高 让汽车做到真正的环保 启程大V亲近这台车的落地呢 更多是启程对外展示的一个技术水平 咱们是真正有能力去造好一台新能源车 燃油也好 电也好 清气也好 我觉得未来汽车领域肯定是多种能源并存的状态 我是Wokie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